9个林的时候就钓鱼啦 那钓出一个石斑鱼来 那用这个石斑石的林 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 果然是全台湾最强的直播主 为了庆祝连续10天年确诊 本土则是连续35天没有比例 鱼烈族也执政10条龙虎石斑给指挥中心 象征与石庆石 十全十命 截至今天 台湾能维持440位确诊 累计395位病患减除隔离 外界还是关切相关的开放措施 尤其指挥中心 由于把国际商务网的部分 居家检计天数 从现行的14天缩短成5天 而指挥开放 未来是否会造成的防疫破口 指挥中心也做出了5亿 在很有科学的基础上面 跟专家来讨论 做一个最好的安排 口罩的部分 指挥中心今天也透露 目前战备能量 已经达到1多遍 这两天 会重新精算 实名制购买口罩数量 再和财政部讨论 是否调整口罩外销政策 实名制大概会维持 那开放的政策 绝对不会到6月底 陈中也在集合上透露 有接到台北市和高中市政府来函 请用台北市询问 八大行业是否要强制执行实名制 高中市则询问 八大行业是否由地方政府 自行规划护衍的行程 并不是强制的规定 一定要某一种情况的一个实名制 只要能够确保 能够快速的联络 这样的一个记录就可以 只要能够要保持社交距离 或者适当的美花座 或是有隔板的区隔 那落实个人的健康卫生的一个防护 如果地方政府能够 能够做到这样子 那就可以来开放 主管陈松也对于 现阶段防疫工作 以及国人共同努力防疫 表示满意 其中考考的还不错了 不过期末考还没有考 还有很多人需要持续再努力的 那如果你问我说 我们有什么觉得自豪的 就是说全体的国民的 国力的一个展现 跟素质的一个展现 这是我们台湾非常值得 骄傲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订阅